很多老人晚年单身后都会想去再婚 因为他们觉得有了老伴的话 自己以后就可以和新的老伴在一起共同生活 这样就不用去麻烦子女 同时自己所面临的那种孤寂和无助等问题 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 可谓是一举两得那么再婚的结局究竟怎么样呢 63岁的魏阿姨是一位单身老人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 她就选择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老伴 原本她还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可是当她真正和新老伴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才发现再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 于是她也选择连夜从新老伴家中逃离 那么在魏阿姨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来听听魏阿姨的字数 大家好 我是魏阿姨 今年已经63岁了 现在我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 同时我每月还有3500块钱的退休金 正常情况来讲的话 我现在的生活应该会过得很不错才对 可事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在我50岁那年 当时我还在单位正常上班 离退休还有五年的时间 我的老伴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离开了我 我的儿子也才刚参加工作不久 而老伴去世后 很多人就都劝我再婚 或许在他们看来 我还年轻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我再婚的话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别人的好心我能理解 可思前想后 我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长久以来 我和老伴的感情非常深厚 我的心里暂时装不下别人 同时我的儿子还没有结婚成家 我哪能急着先给自己找老伴呢 最重要的是 平时我的工作很忙 我根本没时间去考虑个人问题 几年时间过去之后 我就从单位正式退休 这时我的儿子也已经结婚成家 退休后 身边的亲戚朋友 就都纷纷让我以后跟儿子在一起生活 他们说 这样的话 我以后就可以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了 而且儿子儿媳也极力邀请我 让我以后跟他们一起生活 说实话 其实退休后 我的内心也是想和儿子 一家人在一起生活 毕竟我的老伴已经去世了 如今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可是我又害怕自己到了儿子家里以后 会给儿子添麻烦 于是我就果断选择独居生活 刚开始那些年 我个人觉得独居生活挺好的 自己平时生活非常的清静 没有别人来打扰 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实在没事做了 可以去找朋友聊天吃饭 或者是出门旅游什么的 我的日子过得也是非常的潇洒 可后来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主要原因是我感到自己实在是太孤寂了 白天的话还好点 因为有朋友的陪伴 或者是有别的事情做 还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可是晚上就不行了 我天天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于是我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 而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后 儿子当即就表示同意 并且儿子还对我说 他知道这些年 我一个人生活确实很不容易 我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儿子的这番话 让我非常感动和欣慰 之后我就四处托人给自己介绍对象 可一直都没有合适的 有的人是经济条件不好 而有些人是脾气很差 甚至于还有些人居然嫌我长得难看 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 直到后来老邱的出现 老邱比我大五岁 经济条件比我好很多 人长得也还算凑合 脾气性格还行 平时也没有其他什么不良嗜好 老伴去世后 他就一直一个人生活 因为老邱找老伴的目的和我一样 他也是希望自己今后身边 能有个人陪伴 于是在和老邱交往了几个月后 我俩就领证结婚了 原本我还对自己今后的婚姻生活 充满了各种美好的幻想 毕竟老邱是我亲自挑选的 而且事先我对他的各方面条件 也都非常的满意 可后来我才发现 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和老邱在一起生活 我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舒坦的 绝大部分的家务活都是老邱在做 老邱说怕我累着了 而我顶多就是出去买个菜什么的 我要是在家待得无聊了 老邱不是带我去朋友家里玩 就是带我去唱歌跳舞 有时候他还会带我去郊游 我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是好景不长 我就对老邱很是不满 老邱的朋友很多 每到周末 或者是闲来无事 老邱就会叫上一大群朋友 来家中吃饭 少则七八个人 多则十几个人 这些人的饭菜 就都要由我一个人来做 而老邱则是非常悠闲地 坐在客厅 和他的那些朋友 在哪里喝茶聊天 不说别的 就把菜买回来 然后宅菜洗菜 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做菜的时候 就同样也不轻松 有时候 我站在那里 累得腿肚子都直抽筋 在此期间 我想让老邱帮我一下 可老邱却说自己 要是离开的话 把朋友晾在哪里 很没有礼貌 他让我克服 克服就好了 老邱的朋友们 酒足饭饱之后 把嘴一抹就走了 原本我还等着老邱 和我一起 搞收尾工作呢 可此时的老邱 却选择 跟朋友们出去玩去了 那么剩下的 洗锅刷碗 擦桌抹凳等的话 就还是由我一个人来做 这工作量 可想而知 有多累人 有时候 都晚上八九点钟了 我就还在厨房 忙碌着 等我忙完这些后 我直接倒在床上 扭头就睡 有时候 老邱具体 几点钟回来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 而且 平时隔三差五的 老邱的子女 就会携家带口 回家来住上一段时间 因为老邱的房子 是五十两厅 非常的大 或许在外人看来 可是这对我来说 分明就是一种受罪 因为他们的到来 进一步加大的 我的工作量 我每天要做 更多人的饭 收拾更多人的碗筷 这还不算什么 老邱的孙辈们 每天都在房间 打闹嬉戏 把我的头都要搞晕了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累了一天的我 就想赶紧躺在床上 去休息睡觉 可老邱的孙辈们 却还依然在房间里面 到处乱跑嬉闹 虽然我非常的累 可经过他们 这般如此折腾 我哪里还能睡得着 我曾不止一次 对老邱说 让他的子女以后 减少回家的次数 最好是两个月 回家一次 而且最好是当天来 当天就走 不要在这里留宿 不是我太不尽人情 主要是他们的到来 已经影响到了 我的正常生活 我真的是不堪其扰 我本以为老邱 会体谅到我的难处 为我说话 可老邱却对我说 他们毕竟是我的子女 你让我怎么张这个嘴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你就不能替我考虑考虑 再说了 你是长辈 你就不能学得大度一点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老邱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还能说什么 我只能选择了容忍 毕竟 我也知道 自己能和老邱走到一起 就真的是一种缘分 我应该好好珍惜 这段缘分 于是我就决定 就这样凑合着过吧 或许时间长了 我也就慢慢习惯了 这样的生活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彻底突破了 我的底线原则 我实在是 不能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感觉自己 要是在这么一而再 再而三地 去迁就老邱的话 我的下半生幸福 就真的会被老邱 给彻底葬送了 有一回 我在逛街的时候 就偶然遇见了 之前的一个男同事 我们曾经在一个办公室 工作了差不多五六年时间 平时他很照顾我 我们俩的关系 还是挺不错的 但就只限于 普普通通的朋友关系 而自从退休后 我们俩已经好几年 都没有见面了 于是他就提出 请我去饭店吃顿饭 我就答应了 期间我们俩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时间不知不觉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了 而后他还非常绅士地 打车把我送到了 小区的路下 而这一幕 恰好被老邱撞见了 原本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什么 可是当我回到家后 老邱就对我一顿的 数落和埋怨 嫌我和那个男同事 在一起吃饭了 我没想到 老邱这么小心眼 我就连忙向老邱解释 希望他不要误会 可是老邱当天晚上 就和我闹起了分居 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面 他不是对我冷嘲热讽 就是对我横眉冷对 有时候 他还会故意 对我说出一些 特别难听的话来 不知道的人 还因为 我真的做出了什么 对不起老邱的事情来 这可把我给气坏了 想到自己自从 嫁给老邱之后 我真的就是一天 舒心日子都没有过上 我不是为他当免费家庭保姆 就是要去忍受他的种种不公 但我始终一句怨言都没有 可老邱非但不领情 不感恩 反倒是现在 他居然还在践踏我做人的人格言 于是越想越气的我 就和老邱大吵了一架 我俩吵着吵着 老邱也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在气头上 他竟然打了我一巴掌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于是我想都没想 就立马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然后在外面打了一辆车 连夜离开了老邱家 回到家后 虽然老邱一个劲地 给我打电话道歉 说自己知道错了 希望我能原谅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 可我想好了 这回我说什么 都不可能原谅他 因为跟他结婚 这半年时间里面 我实在是过得太苦了 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只怪我当初太天真了 总以为找个老伴 自己以后的生活 就会好过一些 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再婚并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好 我决定了 等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和老邱去离婚 余生的时间 我就算一直孤独终老下去 我也绝对不会再去找 什么老伴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